一看就不是什么好惹的货色 开起来爽菜 哈喽大家好 我是牧尘 相信很多男孩子心中都想要一台 可以合法上路的WTCR赛车 因为他们对于性能的渴求 是越来越高了 而今天我身边的这一台 可以合法上路的领克03加3M 或许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以前很多人都是不认可 这种类似于非主流的 分体式头灯设计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发现 大家对这种分体式头灯的设计 接受程度是越来越高了 包括这台车的横贯式的进气格栅 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 不得不说领克在设计层面 还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来到侧面的 你会发现最抢眼的 不是它的华里胡上的轮骨 而是它的刹车系统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车的前刹车系统 采用的是前四活塞的设计 而且品牌是Archibono 不管是制动表现还是操控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配合上这套时段可调的避震 还有来自米其林PS4的轮胎 我相信不管是在山间小路 还是在赛道 你都可以欢快地造它 对吧 还有一个比较值得说的点 就是这台车 还有专属的三眼拉花 这在领克03家族中 也是局无仅有的存在了吧 所以这不是一台油腻的代步小车 这是一台可以让你在赛道上 疯狂驰骋的运动小胖炮 对不对 来到尾部你会发现 最抢眼的还是这套大腕翼 它和前唇能够一同施展出 163千克的车身下压力 这就在告诉你 你就使劲造吧 而在尾灯部分 其实和领克其他车型 没有太大的不同 依旧是通过高亮的试板 营造出一种贯穿式的视觉感受 底部是双边共两出的排气管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惹的货色 所以从外观来看 它就不是一台舒舒服服的代步车 它就是一台能让你在赛道上 狂盗的一款运动跑车 多近内饰呢 你会发现这台车的内饰设计风格 跟领克的其他车系 是没有太大的不同的 依旧是这种比较简约的设计理念 不管是公铁出风口 还是中控台的整个布局 其实看起来都挺舒服的 没有多余的按键 而最大的不同的 一定是仪表 它和领克车系的底表是不太一样的 它想用的是居中的转速设计的方案 这跟保时捷是如出一辙的 所以这台车就是在传达一个信息 它就是希望你开得快一点 再快一点 而至于车内的材质呢 我觉得也不用担心各种翻毛皮的材质 还有软质材料的应用呢 也是保持了比较高的水准 至于座椅呢 当然是偏硬的 一体式的座椅 配合上这种翻毛皮的材质 还有这种比较饱满的支撑 我相信不管是在山间小路 还是在赛头上都能够给足驾驶员的安全感 要说和其他领克车型最大的区别 我觉得就是这种高量装饰的应用了 让它显得特别有战斗感 而且就连安全带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激进 用的这种类似于荧光绿的材质 所以就颜值来说呢 我觉得这台车在同级别车型中也是没得挑的 至于第二排呢 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看重 虽然说它的空间表现不差 但是我觉得呢 这台车大家买过去第二排基本上用不到 因为大家更关心的是它在机械层面上的表现 毕竟开起来爽才是真的爽 而这台车最具看点的呢 一定是这一台2.0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不管是265马力的最大功率 还是380牛米的峰值扭矩 我觉得都是挑的非常的激进了 所以就算面对那些2.0T的强敌 我相信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也就证明着这台车不是吃素的 而在变速器方面呢 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一台8AT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 双离合的变速箱 它的换挡效率更高 它的动力衔接效果更好 但是在中低速情况下 8AT的平顺性是这种双离合所无法替代的 所以这就不是一台舒适取向的车型 这就是一台能让你在赛道上欢快驰骋的运动小跑车 和那些高高在上的女神 比如说保时捷911啊 法拉雷458不一样 这台车不管是在价格 还是在机械层面上的表现 都没有让人失望 所以我把它称作是一台男孩快乐车 其实也不过分吧 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